2021年3月17日 大脚星人理事会 感受最高的狂喜 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 大家好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已经把自己带到了狂喜的高度 为了更好的理解 为了更好的了解 什么是源头 我们没有肉体 因此 我们不能用药物 甚至是天然物质 来达到这些高度 我们无法用性 甚至有意识的呼吸 来达到这些高度 我们所拥有的 只是我们的意愿和我们的专注 我们确实喜欢去感受到 现在的源头是什么 而不是昨天的源头是什么 用一个非常笨拙的比喻 因为我们确实不存在时间 但我们确实有一种扩展的感觉 我们有一种源头的感觉在成长 越来越了解源头的真正含义 那就是无条件的爱 我们寻求感受 因为感觉帮助我们认识到 我们是活着的 我们正在进化 现在我们告诉你们这些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想让你们知道 不需要使用药物 不需要自然产生的物质 不需要性 甚至不需要改变你们的呼吸方式 你们就能达到这种狂喜的高度 你们可以带着渴望和专注到达那里 你们可以通过记住你们是源头而达到那里 你们最好通过你们感受到的爱来接近源头 你们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你们的心智中心 集中在你们爱的人或事上 你们就能做到 你们的世界中没有什么需要改变 才能让你们体验到这些狂喜的高度 记住这一点 记住当生活让你们沮丧的时候 你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什么事情会为你们 为人类或为你们爱的人而好转 记住源头就在你们的内心 你们就是源头 源头就在你们的周围 专注一点 把你们的感受放在第一位 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 你们会做得更好 你们会更好地有目的地 感觉到一些东西 这确实是全人类的最终目标 无论你们是否意识到 首先 你们感受所有的感觉 然后你们选择你们喜欢的东西 最后 你们向自己证明 你们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感受到这些感觉 然后你们变得更加无条件 你们成为了更加真实的自我 那是你们的源头能量自我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